那还有一个妹妹哈 对我有一个妹妹 她成绩好吗 她在学校的成绩不是太好的 她也不是不好的 可是她很爱唱歌 她是非常爱唱歌的人 她从小时候她麻烦我很多 她就我在看电视她坐在我旁边 哥哥听我唱听我唱 她就唱歌她唱了 我没天在唱她 你现在在唱的好吗 小时候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太麻烦 你唱我在听 比如说我在听一个我喜欢的歌 然后她也知道 所以我在听她会一起唱 可是我真不想听她的声音 我只想听原唱 对对对 所以我答过她很多 你shut up 你闭嘴 我要听这个 可是她okok 然后又开始 可是她这样大以后 她做一个歌手 我一开始觉得 她为什么能做歌手 可是我越来越听 先到现在 我我我 像是回韩国的时候 我跟我妹妹和我 所有的家人去了 KTV 唱歌 我我被感动了 她唱的非常好 我我 那以前我跟她说 你真的要不要学习吗 你真的要做一个艺人 唱歌的歌 唱歌的工作吗 她说我要我要 然后我不太满力了 可是这次我觉得 出了唱歌 她不能做别的别的事 她是唱歌的人 那 Jona现在多少岁 她是八八年出生的 她二十岁 其实我觉得她挺可惜的 就是当年不是跟Bow 一起出来的吗 对对对 可是好像不是那么顺利 呃 其实她发展的在韩国 她她就出了一个转集 对对 然后以后没有出了别的转集 因为她跟她的公司和我 我爸爸我们家里和他们公司有 有一个事情 所以出了那个转集 她第一转集是蛮成功的 她其实在韩国 第一本转集超过了宝儿 其实 呃 因为宝儿 宝儿是她 她是她是先出的 哦 然后她她跟她不是 她发展的时候不是B的 因为她发展的时候她不在 然后是这样的 就反反 可是 Joanne 我妹妹叫Joanne 她她她发展的 其实很成功了 B 因为我我跟她一起出去的时候 或者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 我发展的时候在韩国 别人认识她不认识你 你是Joanne的哥哥哥 是这样的 还是 到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 到现在还是这样 那合约问题解决了吗 她现在 嗯 就是之前的跟公司的矛盾解决了吗 嗯 马上好 然后她有可能又出来当歌手了 对对她她肯定会 可是我爸想让她先读书 读书 先唱歌也好 可是我爸是很 因为我爸觉得对我一样 对我全部家人 我爸觉得学习 学校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爸说 你先读书 你先毕业了 然后你可以做你的工作 其实相对 妹妹发展的不是那么顺利 但是其实成炫发展的比较顺利 我 对 我发展 比较就是比较顺利 没有跟公司的矛盾 对对对 我我我发展的很好 你看 嗯 那是怎么怎么开始跟做艺人的那年 我其实 我来到韩国 二零零零年 然后 我 我 我跟我姑父住在一起 嗯 然后 我们姑父的家前面是我 我 我们这个组合的宿舍 哦 当时候我不知道是 他们是谁 他们就 像一个艺人 然后有一个他们像野人 像野人 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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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的头发有黄头发 他们不像一半人嘛 嗯 然后我在去学校的时候 我看到了他们出去 也许他们在去练习 还有我我现在的经纪 我韩国的经纪 然后我看到他们是什么 然后我去学校 然后那个经纪拉我 然后说 哎 你叫什么名字你多 他问我这个问题 然后他问我 我要当歌手 我说哎 不要 不要 我我没想到 然后我就去学校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就几天以后 我再见到他们 然后 他们 又说又拉你 对对 然后他们要跟我家人说 所以我拿了姑父 我认为我很麻烦 姑父他们欺负我 然后姑父很 很装 很装的 很大的 他 什么呀 他就出来 什么 我不知道 他们用我做歌手 然后 他们说 然后我姑父 说 哎 你 你试一试吧 然后我说 你觉得好吗 他说 没说吧 试一试吧 你 我觉得你 你学习的也好 可是 我觉得 对你生命 艺人也会更好 可是我 我已经 当我 我已经 上大学的时候 是 表演的 哦 是表演 对 不是因为我想做艺人 我 我想 我很 我很爱电影 我很爱做电影和这样的 所以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想像了那样的 专业 so anyways 我就开始练习 然后我就 训练的时候苦吗 当时 做练习生的时候 很累很累 他们 在韩国 做一个歌手是很累的过程 对 他们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每一天在练习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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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星期天 没有休息 什么都没有 就练习练习 就练习练习 但是其实后来有成果还是好 哦 我们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 我们成绩的非常好 我还 我还记得是 那我们 我们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是我做了一个手术 呃 明长 明长 盲长 盲长 盲上手术 然后盲上手术完 第五天以后 是 本来不可以 不可以走路 可是 不可以运动的时候 但是你跳舞 我们是 baby baby 是最 很powerful的 很 用力的 下舞 我觉得 我还是 有印象 对 当时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紧张吗 好紧张 好紧张 腿就这样 手就这样 我们上台之前 在后台我们 加油 加油 怎么办 我们练了好久 可是还是紧张 第一次来上台 对观众 可是 有紧张 有兴奋 有 还有观众 不太认识我们 我们是第一次 可是我们上台以后 一开始我们上台 他们没有 呜 因为他们不认识 这样就 新的歌手 但是慢慢的 做完以后 他们 他们都出来 然后我们 完了以后 很多很多 一起演出的 演员 歌手 就说 你们很好 你们很好 前辈也说这样 我们 谢谢 然后我们 很开心 也开心 最开始出道的时候 有最感谢 哪一个前辈呢 呃 有 申盛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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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在韩国很有名的歌手 还有一个跳舞的 还有神话 神话 神话 对 很多前辈 李小丽也在 李小丽也在 李小丽也是在 对对 也在那天 他们给你们很多鼓励 对对 他们不是 你们很好 可是他们 因为我们不认识 他们是我们前辈 在韩国 我们有很多尊重 对 他们说什么我就 嗯 好 你们很好 这个 这个就 所以我们 肯定 对 很 让我们心里很舒服的 然后就有动力了 对对 但是其实呈现在那边发展 也不是一个人会觉得孤单 因为大家有一个整个的组合 对 然后是想想 怎么样组合成了一个take组合呢 怎么样 怎么就是take组合是怎么来的 来到中国 不是 成为一个take 就是大家在一起 啊 星期七十 OK 京都安是在韩国 一个 街舞冠军 舞蹈比赛 对 对对对 所以他 所以我们公司去拿他 哦 请过来 对对你过来 我要做组合 你过来 京都安OK 然后宣传系 是 她也是这个 她看书 然后她 她看了 哦 这个公司有比赛做歌手 然后她来了 然后她 闭完塞 她OK了 江城在 也是 也是 一个人给她揭晓 我们的公司 然后她 她就